又是一次新的经历 而且这个选手呢 他的重拳突然的这种冷拳的打法呀 捕捉战机的能力也是非常出众的 我们看到在场上这种控制局面的能力 能不能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刚才这个技术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康恩并不着急 他还是比较注意这种局面的掌控 综合能力啊 可以看到他这个综合素质 注意控制局面 不急于呢 这个对对方进行这种破坏 去年康恩败队英雄传说的三名小将 出战日本的比赛 最终是输了 然后这次失败呢反而在激起康恩的斗志 希望我们有机会替师弟来复仇 此次成长之战 我来对这次的就是犹太 他们所入院如愿的扶斗成功呢 我们也要看 这种 刚才虽然有机会啊 但是呢 对方反击来得也非常快 排判刚刚都差点来了 6 7 8 让他们唱三名让他要示意啊 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比赛 双方注意头部保护 这场比赛跟第六场比赛就是完全实际 这场比赛跟第六场比赛就是完全实际 前面六场比赛中爱对手的这种比分是3比3 最后这场比赛就是再看一下到底是今天晚上出中国籍选手获胜 还是外国籍选手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 这也是成为今天的一个选面 这位康人的心里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不能有其他的一些私心胆眼来干扰自己 他在记载手方面呢要按既定的方针 坚定不移地发挥自己的进步队长扬币长 他这个现在对对方反击打的还是比较坚决 第一回合很快就接受了双方也是拼得很凶 从第一回合的情况来看就要是你觉得 这稍微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虽然在形式上啊 这个康人的战役就离定了的走路 但是 这一场是比较耐心的 这一场是比较耐心的 而且对方准备是相当充分的 正确的 但一场是比较耐心的 正确的 是比较硬的 在你比较耐心的 对方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是比较耐心的 而且对方准备是相当充分的 现在作为中方选手要打得耐心一些 自己的动作不能走行 尤其这个攻防的节奏 还有攻防的规范性都要保好 非其他人解说 使罪躁�­中逆弹 尤其他的拳法 降低点 连续打击 准备打击 对自己的能力 还在非常出动 走走走 但平常是一个攻击的攻击 对自己头部的宝贝 就是在拼打之中啊 有时候呢 被对方如果抓个机会 一招不胜 很可能呢 就会随这个局面向呢 使自己非常不利 加油 加油 哎呦 这个 这个大方刚说完 你看这个 这个呢是 现在 呃 厂财呢 还是判定了 但对方是有一个犯规 犯规 自己要转一转 现在呢 心态要掌握好 对 操准呼吸 这时候不要乱 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因为对方呢 年轻气壮 所以对方在推打方面呢 会碰手欲搏 我们参加一句讲法 要让你打倒老师傅 所以这个时候呢 肯定有丝毫线 今天啊 这个催名外聚选手 在我看来除了那个德班重今天表现的代表 表现现场六名外地选手今天表现都还是不错 我觉得很顽强 三名太后选手 米南军选手以及两名右选手 都是有了很强的实力 今天感觉中要有一个全面性 就是踢 打 摔 远近 高低 进退 都应该在一个统弹的运球之中 有的时候当军转迷 你冰拳 我也冰拳 你冰拳 我也冰拳 这样影响了自己的季战术 大辉就等于失常了 所以在运动员的比赛中 季战术的意识要非常清新 通常能够坚固 就是我们讲前手打人后手使劲 手打三分脚打七 不但是拳法要运用 而且呢 在这个步伐和自己的这种 腿的心中反攻的这种整体张力上 都应该体现出来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今天的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回合 你看如果这个手啊防范的 如果是有所懈怠的话呢 这一手就很可能打得住 一招的一招的打来就是 进攻猛烈 我们看到那个碳水呀 就像那个 超级飞华一样的建立起来 所以对方呢 始于 在背中局面上 但是他的体能处备呢 可能相对的会充足一点 所以在最后这个回合 他拼起来 可能会显得更凶 所以他要捕捉机会 给你造成威胁的可能性 也会增加 所以这里呢 康还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是听起来 也是听心理 听意志品质 日本的幼泰 到底是年轻了 三岁 只有25岁 康28岁 听意志品质 到第三回合嘛 他的优手就可以 这个机会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现在双棚的这个强手弱 对手在气质上压住对方 还是可不得的来了 因为如果这不小心 配合了一起 让自己点步道头的状况 对自己的比赛 也是非常不利的 这样也可以调节一下 自己的体力分配 啊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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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中生打的兴起 哈哈哈 是不是 非常激动 对啊 刚好运人在高度紧张的时候呢 会 清洁上会产生一些盲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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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